《小肥豬週記》 各位觀眾 今集的《小肥豬週記》 我們將會有一個比較資訊性的訊息 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整個訪問 對不起 看稿 為什麼呢? 今天我訪問的朋友 嘩 我都不想問他多少 因為他會打我 但是那些資料 就真的 你看看多少頁 還有每一頁 全部都是字來的 所以 迫與無奈 我都要這樣拿著個稿來聊天 今集《小肥豬》的嘉賓 厲害了 很年輕 很青春美麗的一位嘉賓 他就在街外電視台服務過 也是同一位現在香港很出名的明星 很好姐妹的 你好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姐姐你好 算了吧 還是叫你姐姐 你知不知我第一次做節目 是出貓出成這樣 整個稿都放屁 是嗎? 我告訴你我近時 之前那8集 我就很偷偷 用電話拍完 然後就放在那裡 電話放在那裡 其實如果眼裡的人都會看到 有時候我不是看一隻杯 是 我就是看這裡 電話 今天電話拍完一題目 是 那些都是那些重點的那些 但今集不行 今集那些重點問題 全部資訊性 是嗎? 我想問你 幾歲入街藝電視台 說真的嗎? 是 不要問你幾年了 不要問你幾歲了 糟了 真的 幾多年了 我想真的75、76左右 75、76年 都很久了 你入了娛樂圈 30幾年了 為什麼不入無線呢? 那時候 你問得好 因為無線那時候沒有請人 是街市才請人 是嗎? 是啊 我們那時候是看報紙 是 然後去認證 是 我記得那時候 2,600多人裡面 是選兩個 是 很幸運我是其中一個 但我知道你那時候 認證不是說 演員訓練班 是嗎? 他是專門請 要麼有舞蹈根底 要麼就懂得打功夫的人 專門拍武俠片 就是等於現在 上一年TVB那個叫做 武打明星那類 類似是這樣的 家英來也很先進 是啊 那時候 因為他跟那間電視台 其實來說是 匹一匹匹 而是那時候 很多很多人看他的幕片 那時候不是有雅士嗎? 有 有雅士嗎? 有雅士的 雅士電視是 雅士電視是 五、七年開台的 哇 他簡直是硬撼的 硬撼那兩間電視台 沒錯 但據聞 那個收視率很厲害 是啊 很厲害 那時候真的家家戶戶都 按著家英的電視 在那裡 射雕英雄主演的主題 你就是傻姑 你就是那個傻姑 不知道你認不得我呢 是 都認得的 你這麼年輕 這樣 我今天能夠 真的很開心 真的可以請你過來跟我聊天 當然我不可以代博你的 不代博你 那一定是請你自己 好多謝 麻煩了 德哥幫你準備了 那 德哥是否介意 都介紹一下 是甚麼 的菜 菜名 麻煩了 德哥 這個是甜酒煮 很美 甜酒煮暖三文魚 甜酒煮暖三文魚 就是有酒精成品 我就不能吃了 香草番茄水紅芝士 因為這裏的食物很好吃 十分好吃 德哥 我想分你吃不吃芝士 我沒有東西不吃 因為我這個是香草番茄水牛芝士 我給你一塊芝士 但是我知道你好像不吃魚 我不吃魚 所以你不要分給我 還有這裏的生菜 這個蔬菜 就真的很出名 非食不可 你是一定要吃的 好 好 謝謝 好 我想問一問 哇 真是資訊性開始 哈哈 你一邊吃一邊聊 你不要嚇氣 可以嗎 絕對可以 不會 是拍到你醜態 不是 每個嘉賓都是這樣 真的 不要嚇氣 好好好 我想問 那時候 為甚麼 你會想入娛樂圈 其實我 發明星夢 其實我小時候 就已經一邊讀書 一邊去學跳舞 是 我小時候 我是跳巴黎舞 是 我記得我 入了 行的時候 那些老師 那些同學生 不會覺得很奇怪 是 他們會預料我會入這一行 是 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每年 開學的時候 都有一張紙寫 你的志願 是 我的志願是做明星的 哈哈 所以 我入了行的明星 當然 正常 你知道我當年的理想是甚麼 做小肥豬 做歌聲 哈哈 我真的想做歌聲 不是開玩笑的 OK 你也做歌聲 算了 我參加某個電視台的 新秀歌唱 就是美賽第二屆 嗯 原來黎小田也很坦白 嗯 肥仔你唱得多好 是 不過你的樣子就 沒甚麼可能贏到冠軍 真的 哇 我挺欣賞他這件事 是不是啊 我挺欣賞的 但看起來其實你也挺英俊的 你不是藝園訓練班的 那當時呢 藝園訓練班是只有一期的 是 所以鄭玉玲是第一期訓練班 Doodoo就是 沒錯 沒錯 我記得那時候呢 第一期訓練班 人工只有700元一個月而已 你說是Doodoo還是 Doodoo 你呢 但是我比他高一點 為甚麼 因為我是訓練班之後 特別請我們過去做舞打明星 所以我們是沒有接受過任何的拍戲 只是一天打功夫 朝九晚五都是打功夫 是啊 但是傻姑的角色 打幾幕而已 不是的 是啊 很好打的 傻姑是黃藥師的徒弟 是啊 沒錯 但是他自己呢 因為受了刺激之後呢 就以為自己不懂 但是原來呢 有一次才發現自己的功夫這麼厲害 是 他是幫了很多江湖的人士 是 傻姑 那個年代傻姑的角色還是這樣 是啊 我記得 記得那時候是誰做黃蓉和郭靖 你說的 黃蓉就是米雪 郭靖是彪叔叔叔 白彪先生 是啊 阿彪叔叔叔呢 我最近見過他 我也最近見過他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很想找他 抓他過來做訪問嗎 真的嗎 他跟小龍江很熟 我告訴你 他跟小龍江很熟 還有阿余陽也很熟 你還有沒有見過他 有 多久之前 我記得是 好像1月6日 因為我剛剛那天 有個活動 是 走在火車撞到他 是 好像是這樣 1月6日 他認不認得你 當然認得了 他竟然認得你 對 他一定認得你 對 你一定認得 阿彪叔叔叔的樣子 真的沒有什麼變 還有他現在 也有狗不狗在TVB出現 是啊 他好人 你有沒有想過你再進入娛樂圈 我想不會了 現在 如果有人叫你 我想不會了 很難有人請到我復出 是不會的 因為太醉心夢死了 你現在的工作了 是啊 沒錯 因為現在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所以很開心 你看到情期呢 除了鄭如玲 我稍後上去乘搭資料 這個三集 我不會給你看 我考你記憶 還有哪幾個明星 麗秋華 楊胖胖 好厲害 慢著 逐個來 魏秋華 楊胖胖 還有 有太多了 好像當時 梁小龍 梁小龍是我哥 梁小龍 還有來講 是秦沛 那 小龍哥呢 昨天東方出了 承辦 是嗎 是嗎 不講不講 不講這件事 好繼續講完 還有哪幾個 還有哪幾個 文雪兒呢 現在叫 以前叫林秀 現在叫做 叫什麼名字呢 糟糕 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林秀現在改名是 不知道啊 你知道我這麽年輕人是怎樣去認識的 哈哈哈哈 這個叫什麼 這個 我再提一個 無信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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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無信君 我經常覺得無信君是很年輕的 不是 我和他一起去拍那個叫做 《紅樓夢》的 是的 沒有啊 厲害 我看回資料 是第一次出樂 《紅樓夢》是街藝電視 真是重型的一個電視劇 嗯 還有啊 原來上一陣子 和他死了很多次的羅樂林 羅樂林 我們不是叫他羅樂林 你叫什麼 為什麼叫他羅樂林 他的中文名 國語是怎樣叫的 羅樂林 就是羅樂林 你這樣也叫 還有曾江叔 對 曾江叔 還有 鄭雷叔 對 很多很多 羅宜明也是 哈哈哈哈 我看到羅宜明 鄧碧雲 黃韻燒 哇 和魚鞍是同族嗎 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對 魚鞍是年輕越大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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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雪好像一輩子都是不大的 沒錯 吃了防腐劑 他吃哪一隻防腐劑 我也想問 他什麼都吃的 是啊 你知道米雪跟劉錫賢一樣 知不知道劉錫賢嗎 知不知道劉錫賢 是的 劉錫賢也是 我上一次訪問劉錫賢 其實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認識他 你很年輕的時候認識他 我 你很年輕 我現在很年輕 我現在很年輕 你也是 在二十幾年代 八幾年代 但他的樣子完全沒有變 還有誰呢 嚇死你 張瑪莉 Mary姐 是的 石天 蕉餃 蕉餃 還有意固的 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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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在街日電視 當年 我是讀書 當然 還是讀小學 哇 他叫小學 小學 小學 你知不知道 在那個年代 就出現了人生中 第一個偶像明星 你知不知道 你猜不到這個人 我給了宿宅的範圍 是男性 男性 我簡直是迷戀他 但你不要問我迷戀什麼 因為我喜歡看一些比較獨 正經一點的樣子的人 包括明星 都是 我現在想過 我懷疑你也不認識他是誰 可能你會聽過 但他不 他應該去到無線 拍了大亨 那幾集主角之後就沒有了 然後去了邵氏 去了邵氏 他去了邵氏 是拍一套鹹氣的 我記得是 是不是叫艾迪 不是艾迪 魏子雲 艾迪那些都是很鹹蝦燦的 混合那些 應該不是喜歡那些 那些偶像 我第一次還會被小學同學騙我 我認識他 我爸爸在片場做的 你給10元 那時候10元是很貴的 一顆珍寶珠 不只有一毛兩毛錢 你不如請問我 我幫你去片場 找你一張照片 簽個名字 真的很難猜 林偉圖 你聽也沒聽過 我跟他合作過 林偉圖 我先給你看看 我記得 我記得 看不到他的名字 我真是 我沒想到你會這麼迷戀他 不過他是好先生 好人 但他現在在哪 是不是在香港 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 如果現在你認識 你還可以聯絡他 你跟我和陶叔說 你當時上當年的小影迷 現在上來拍照 簽個名字 完成我當年被人騙了10元 好好好 我盡量來幫幫你走 我發散人幫幫你走 我認識到 答應得過來 你知道當年街市的製作 全部都是重頭戲 逼激跑 剛才你說的就是 武俠劇 很出名 我這裡的資料 武俠劇包括了什麼 徐唐風雲 原來武則天都是由街市拍的 雙耳姐 是的 還有馮瑞帆 湘耳姐是做武俠天嗎 是啊 頂爺明星那些不說 廣東好漢 蛇雕英雄傳 神雕俠俠女 碧血劍 雪山飛湖 錄景劇 綜合影錄 這些不說 我很記得 這些我多數都有份拍的 我知道 已經看到了 你知道原來卡通片最出名的 有幾套 世界融化一集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 超人七星俠 原來是街市拍先的 是嗎 嘩你真厲害 是街市買的版權回來 你這裡找到這些資料的 不告訴你 這些 是我們goodshow tv的秘密武器 這些 當然是靠我們兩位PA幫忙的 真厲害 冰河戰士你未必認識的 但你今年 大鐵人不是 大鐵人現在都很hit的 是嗎 真的不知道 還有 原來有一套叫做 金光飛天鑽 在82到84年 就給了無線買一個版權 然後改名叫磁力鐵甲人 這些你不認識的 大鐵人一定 大鐵人17號 沒理由不認識 這一堆這樣的戲 我猜不到 原來是當年 街偽電視 他拿了版權 其實他們真的很有觸覺 是啊 最慘的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倒閉 在下一節 我真的想和你聊聊 街市倒閉那件事 一個這麼有潛質的電視台 當然倒閉 究竟你的藝人是什麼心情 好 下一節小肥珠周敬 我們再和Sandy姐姐繼續聊天 好 好 我看你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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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